歡迎收看我家巷口最好吃 我們現在人在北投區的十建聖誕公園 這公園是不是一年四季 都是聖誕節的裝扮 我不知道 那我們這個系列呢 我家巷口最好吃 只要在各大論壇還有討論區 只要討論到美食 就一定有網友在下面留言說 我家巷口屌打 所以這個系列呢 我們就要來實際實測看看 你們家的巷口是不是真的屌打 那我們現在呢 第三集呢 來到了北投區 北投區 那來到北投區呢 我們今天就想要找到一個來賓 來跟我一起試吃北投區的美食 我們歡迎我們的神秘來賓 賴一鳴 嗨 大家好 我是賴一鳴 我以前呢 曾經是豪放工作室的員工 賴一鳴他剛剛 可能這兩年 新加入這個大家庭的人 會不認識我 我以前曾經帶過豪放 是賴一鳴剛剛 拍照之前一直跟我強調說 要不要介紹一下他 因為他怕這一兩年的觀眾 不知道他是誰 沒有 因為我們這大概從2021年 你的訂閱數成長的幅度呢 趨近於零 我不相信 很多新觀眾 訂閱數差不多149萬卡了快三年 終於150萬了 恭喜150萬訂閱 那我們今天呢 今天吃五家 那如果被我們選定到今天最好吃的 那推薦的網友們就可以得到一件 我們的國家香港最好吃的T-Shirt 那我們話不多說 前往我們今天第一家美食 Let's go 小妹 生日快樂 謝謝你 阿明 來 送信許三個願望吧 好 第一個願望 我希望有人可以帶我去環遊世界 第二個願望 我希望有人可以帶我去環遊世界 第三個願望不能講 講了就不會實現了 我希望有人不會帶我去環遊世界 沒聽過這麼情緒勒索的生日願望 但沒問題 小妹 我明天就帶你去環遊世界 真的嗎 阿明 你車價沒啊 我們今天的飛機啊 D站飛什麼國家啊 小妹不要急 你先坐下 來 好了 我們現在在美國了 因為我使用Soft Shop VPN 我現在的IP已經連到美國了 直接可以解鎖只有在美國的地區 才能使用的網站還有服務 我也直接可以看到 穿條上面那些只有在美國 才能看到的內容 它也可以克服地域性封鎖和政府限制 來 我們現在來到了杜拜 我們現在來到了埃及 虛擬環遊世界 它不是可以解鎖地區性封鎖的內容 也因為你跑到不同的位置 有些購物網站和機票 在不同的位置買 有不同的價格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使用Surf Shop VPN 獲得最優惠的價格 阿明 小妹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你要問 除此之外 Surf Shop VPN能保障你的安全嗎 可以 如果你很愛旅遊在外面 只是使用公共的Wi-Fi 只要使用Surf Shop VPN 它就能加密你的線上活動 保障你的隱私 阿明 小妹 你覺得太感動 就在戰鬥吧 沒錯 YA Surf Shop VPN 趕快取得Surf Shop 農曆新年獨家優惠 立即點擊說明連結 輸入優惠代碼 HOWFUN 即可獲得額外五個月免費 30天無條件退款 趕快下載Surf Shop VPN 在我後面的是我們今天第一家餐廳 食牌無名手工蛋餅 推薦的網友叫做 YuYu 他推薦的有 花生湯 鹹豆漿 當然還有蛋餅 好特別喔 花生湯然後又配鹹豆漿 甜的又鹹的 早餐店很早遇到有花生湯 真的 早餐幾乎不會吃花生湯 對那沒關係我們等一下來試試一下 試拍一些無名手工蛋 到底有多好吃 到底你家的巷口 你會掉到我家巷口 Let's go 首先是 鹹豆漿 我這輩子還沒有喝過鹹豆漿 你喝過嗎 真的喔 我很常吃啊 我去早餐店會點 好妙喔 是辣的耶 跟你想像中一樣嗎 不一樣 因為我沒有辦法想像 鹹豆漿是什麼感覺 所以 無縫無縫無縫 對 我覺得第一次吃的人 應該會滿驚訝的 因為以前你應該是覺得說 鹹豆漿就是豆漿然後偏鹹 但是其實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是好吃的 我覺得搭配油條好讚喔 這來民實在比較準 因為來民吃過鹹豆漿 喔你直接用我吃 可以 你不介意的話 我可以啊 你好好我已經請 我們就是要一起共用一個湯匙啊 以後來上節目的來賓也是要這樣 它的其實算滿清淡的 它的鹹豆漿的那個湯汁 算是沒有那麼的濃郁 所以很濃的鹹豆漿它是什麼 什麼味道很濃 它的口感比較濃稠 會比較有點像是蒸蛋感 喔 味道這麼濃喔 對 味道這麼濃 我來補充一個 因為你剛剛說加辣 我撈一下發現它裡面是有辣蘿蔔的 喔 這好像不是每一間都有 它驚喜在這杯下面 所以要嚼 要撈上來才會知道 味道多了很多 對 很便不清淡 對對不對 所以如果想要吃清淡 你先挖上面 開始想要濃稠一點 往下挖 再來 花生湯 看它的花生湯 跟外面賣的花生湯 也不一樣 花生湯好吃 我覺得很好喝耶 好推喔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吃花生 剉冰 豆花 任何東西我一定會加軟花生 好吃 欸我覺得很搭耶 因為我沒有在早餐店吃過花生湯 實際想想 以前就是會點那什麼花生仁湯 配早餐很讚耶 換你 真的 真的 不自覺吃下第二口 它的甜度算是滿剛好的 對 然後花生 它燉得很鬆軟 鬆軟綿密 好吃 我覺得早餐確實是可以吃花生 真的耶 重頭戲 石牌無名手工蛋餅的蛋餅 它的蛋餅的外面跟一般認知的蛋餅不太一樣 它是應該是蔥抓餅做的對不對 對啊而且看起來很厚實耶 一般早餐店的蛋餅就是蛋餅皮 然後加蛋然後看你要加什麼料 但它是用蔥抓餅做的蛋餅 然後呢我們就先不加醬料 先吃原味 沒錯 好你也夾一個吧 我也夾一個 一起吃 沒問題 欸它其實好好吃喔 對啊 很香很酥耶 這蛋餅滿特別的 很棒 它的那個油耗味不會太重 但是很香酥 很好吃 很好吃 而且我們剛剛都是吃最扁扁 還都是餅皮的部分比較多 然後咬到有蛋的地方很香耶 但我覺得它餅皮真的是它精華耶 對 好吃 真的好吃 難怪這麼人推 接下來我們加了醬油膏 對醬油膏 看一下加了醬油會不會變得更好吃 耶 你平常吃蛋餅會加醬嗎 一定要加 我也是 一定會加醬 加了好好吃喔 天啊 剛剛顧一下已經很驚豔了 對 加了更加分 超好吃 對 整個層次感又再更提升了 對 我明明一開始想說先吃原味 欸原味不錯 再加了醬 真的厲害 隱藏在北投的巷口美 豬排跟無名手工醬 坐無息息喔 好讚喔 好 那我們吃完第一家 準備去第二家 來吧 Let's go YES 我們現在來到了 新北投站附近 中和街上面的 滷杯杯大腸滷肉飯 早午餐 先說一下剛剛那間店喔 剛剛那間店呢 我們後來拍完 然後我們在外面吃 卡卡就說 好好吃喔 阿中是不是也說 那間店的飯糰很好吃 對啊 團員們戰不絕口啊 贏得每個人的 放心 好啦這間店呢 推薦的網友叫做 AF有腦粉 那AF有腦粉 請問你今年有去金門化年嗎 如果你沒有去 你把那腦粉兩個字給我化掉 他說 我四年前投稿的 對這個很久了 這個時候可能已經不是了 AF有腦粉說 滷大腸加進滷肉飯超讚 欸 滷肉飯加滷大腸 來民吃過嗎 沒有欸 通常不會加大腸嗎 對 這家呢 是孫安佐出於後來吃的店 謝謝推薦 為格高中學生最愛 欸 那我們即將來 試看看這一間 滷杯杯大腸滷肉飯 究竟 AFU腦粉 您家巷口的美食 有沒有調達我們家 Check it out 來 來了 現在在我眼前的是 油條蛋餅 以及 滷大腸滷肉飯 加蛋 這邊有一區 不知道是什麼欸 對 它的滷肉飯這邊有一區是 肉泥 對 肉泥欸 對 因為一般的滷肉飯就在這邊 這邊是肉泥 上面是蛋 然後還有滷大腸 看起來就很好吃欸 所以你們在吃 加蛋的滷肉飯 你們會先把它戳破 還是留下去 會 會 這是必要的吧 是必要的吧 啊 那我們來吃個 你說什麼 怎麼會有第三隻手 啊可以啊 你吃一吃 請吃 大腸滷肉飯 第一次吃到大腸滷肉飯 什麼東西啊 我先吃這個 單純肉泥的部分 欸 大腸加滷肉飯好搭喔 沒有吃過這樣搭配 對 但是蠻好吃的 肉泥偏清淡 它的肉泥有點像是 水煎包裡面的肉 對 有點像是包子裡面的那種肉泥 包子裡面的肉泥 不那麼快狀 又更 就是更肉泥 更泥狀一點 就有點像水煎包 把那個肉拿起來 然後把它搗碎 然後把它鋪在上面 對 很妙欸 那我要來吃 有大腸的部分 大腸很好吃喔 對 大腸加肉泥 大腸滷得很入味 對 它已經滷得很嫩了 就不會有那種 咬不斷的感覺 對 好好吃喔 好吃 這樣搭不錯欸 對啊 第一次吃到這樣的搭配 再來我要吃看看 油條蛋餅 加小辣 加 我不喜歡吃小辣 我喜歡吃小辣 我喜歡吃小辣 不錯 不錯 比較可惜是有點涼調 你剛好吃到它有一些細的 細碎的九層塔 沒有欸 有 我好吃到 裡面有穿在 有餐一些 蛋餅是不是也有 蛋餅有 有九層塔提味 還不錯 它的蛋餅皮就是 比較一般的蛋餅皮 但其實我這樣搭起來 還滿好吃的 好吃 蛋餅油條也不錯欸 我沒有這樣吃過 但是原來 它跟油條咀嚼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香氣 很搭 是很香的 我第一次吃油條加蛋 欸 蛋餅加油條 因為我蛋餅都會加起司啊 或是加 起司啊 其實它蛋餅很下水欸 一口接一口 好吃 滷杯杯 大腸 五肉飯 然後午餐 好吃 我一個高中學生 And 跟XX推薦 沒有錯 那我們第三下見 掰掰 掰掰 我們現在人在北投區大同街上面的 一心牛肉麵 剛剛我們在上一間店 然後我們就在查Google Map說 一心牛肉麵在哪裡 然後老闆娘就說 在那個北投牛角後面喔 看來是名店喔 看來是名店欸 而且不要看它這麼小的招牌這樣一間 沒有 連遠在天邊也沒有 遠在好幾條街外的滷杯杯老闆娘 都知道一心牛肉麵店了 看來這間店是北投的名店 那這一間店呢 推薦的網友有燒肉 還有POP軒 POP軒說 一定要去吃 我這輩子沒吃過比這家好吃的水餃 你的網友推薦是水餃跟酸辣糖欸 對 沒有牛肉麵 所以我覺得 因為我們今天有點了兩家牛肉麵 但是呢 因為都一直吃牛肉麵 觀眾會覺得說 怎麼這一集都牛肉麵了 所以這一集呢 我要來個反骨一點 明明是來牛肉麵店 但是呢網友推薦的是 水餃跟酸辣湯 你覺得要點牛肉麵嗎 給他一個機會 好我覺得可以 好 所以我們就吃水餃酸辣湯跟牛肉麵 到底是多好不吃一心牛肉麵 一心 一得貫徹始終 究竟燒肉跟POP軒 兩位網友加了巷口美食 有沒有叼打我們家的巷口 不知道 吃吃看就知道 Let's go 一心牛肉麵的牛肉麵 蠻清爽的欸 我先吃它的麵 它的麵很Q彈 口感很好 有那種勁道 我家肉很好吃欸 雖然是牛肉麵 但我覺得也很像牛肉清湯 沒有那麼濃 沒想到那麼濃 蠻清 它的湯非常的清淡欸 很清淡 對 還是說 它的祕密是要加這個 酸菜 酸菜 那我可能就體會不到這個祕密 他不吃酸菜 對 那我要加 再喝喝看 我覺得加酸菜更好吃欸 真的嗎 所以比較有味道 但不加酸菜的時候 真的 它是非常清淡的欸 跟一般的紅燒的牛肉麵 相比起來 嗯 它清淡很多 這麼很沒有負擔的一餐 牛肉滿好吃的 口感也很好 再來 是一心牛肉麵的水餃 網友說 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水餃 到底多好吃 還有酸辣湯 它的酸辣湯 跟我認知的酸辣湯不太一樣 它酸辣湯蛋好多喔 而且我認知的酸辣湯都是切得很細很碎 然後是有點像紫紅色暗紅色 雖然料都差不多就是有豆腐啊 然後這個豬血 然後還有蛋 但是它的都切得很大塊 它的湯的顏色看起來 確實好像沒有那麼重口味 對 我現在喝喝看它的酸辣湯 嗯 它料很多欸 它的味道比想像中還濃厚欸 嗯 它的酸味很足 我滿喜歡的 我喜歡比較酸的酸辣湯 而且 嗯 我覺得它很棒的是 以前酸辣湯喝進去 就是支部都是喝到太白粉 就是它的那個濃稠 濃稠 對 濃稠 這邊的酸辣湯每一口都是料 它的料超多 料很多 而且以前我會自己加很多的烏醋進去 讓它酸一點 但這個我們沒有加對吧 對 沒有加 沒有加它就很酸欸 它酸味就很夠了 而且是舒服的酸味 好吃 很讚 很好喝 再來 重點 重頭戲 水餃 這個期待 真的期待 被網友說成這樣 沒知過這麼好吃的水餃 我要先吃原味的 好 不沾任何醬 好 那我也不沾 很妙的味道 它的餅皮算是比較厚的 對 然後嚼勁也不錯 它裡面的肉一絲一絲的 有點泥狀 嗯哼 再吃一個看看這個 對 比較像是肉泥在裡面 雖然吃不太習慣 但這口感也蠻好吃的 但剛剛可能期待太高 就我覺得水餃這個東西滿看個人的感覺 喜歡這口感 也是喜歡皮薄的 也是喜歡皮厚的 對 然後口味也有差 有些喜歡韭菜 也喜歡高麗菜 這個算是皮厚的 然後餡料沒有太飽滿 對 都滿剛好的 湯汁 一點點 這一間 綜合來說 我最驚豔的是酸辣湯 對 酸辣湯 反而是酸辣湯 其他的像牛肉麵跟水餃 就是我覺得是耐吃型的 住附近就會常來吃 對 不特別驚豔 但是滿耐吃的 完食 請問被喝完了 好喝 那我們要準備去下一家店 Let's go YES 我們現在來到了北投區中央北陸二段上面的 文化魷魚羹 推薦的網友是 Alan跟阿旬 地麵麻將麵小菜都跟鬼一樣好吃 是多好吃 鬼到底是多好吃 我現在已經不想騎大太高了 騎大太高就會落空 阿旬說 這家真的屌一定要來吃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等一下會點一個羹湯 然後跟一個意麵 看它到底多好吃 Let's go 我們現在吃它的意麵 跟鬼一樣好吃 到底是多好吃 肉燥醬很濃郁耶 嗯 這間有 真的好吃喔 我喜歡 它麵口感很好 然後它的醬汁真的 會真的讓人有驚豔的味道 跟我想像中的肉燥麵是不太一樣的 不一樣 它味道很足夠 它的鹹香感很讚 這間真的像我們有推薦的一樣 跟鬼一樣好吃 這間真的屌 很好吃 對它肉燥沒有很多 但是它的醬汁 是它的精華 對 跟你想像中的肉燥麵不太一樣 非常厲害 可以 再來它的湯 沙茶生魷魚羹湯 我很喜歡喝魷魚羹 好 好喝 沙茶很夠味 這沙茶很棒 對 它的湯很好喝 然後魷魚是蠻厚實的 也很Q彈 其實我蠻常喝魷魚羹湯的 但它的魷魚羹湯味道很濃厚 然後它的那個沙茶味 就每一口湯都不是 都不是開玩笑的 好喝 但它算是那種 比較沒有那麼勾芡的 對 有些魷魚羹很勾 嗯 這塊芡一點點而已 這兩樣我覺得都很厲害 對 好吃欸 完食 哪一名怎麼樣 這家 我很喜歡 欸今天我也很喜歡欸 是我如果住附近 我會三不五十來吃的麵店 不是麵店 魷魚羹店 真的很好吃 它魷魚羹很好吃 它的麵也很好吃 對 尤其是意義麵 大腿 這妳點魚豬羹 阿卡妳點什麼 這家的很好吃 它有製造的 好多魚豬喔 所以它的魷魚羹系列 都推 都好吃 這間店 豪放全體同仁 都覺得很好吃 如果你住附近的 可以來嘗試一下 我們的文化魷魚羹 就這樣 我們即將前往我們今天的 第五家店 也是最後一間店 Let's go 大家好 我們現在人在北偷區 從仁路一段的 東記牛肉麵 那這家店呢 是我們的網友 有兩個人推薦的 我們這個清單上面 賣賣跟小夏 他們沒有寫評論嗎 沒有寫評論 就寫說 嗨 浩哥 No.1 夏克中 現在也不知道它是怎麼樣 都不知道 他們就只推薦說好吃 就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評論 讓我們不會有顧高的期待 讓我們可以 最沒有先入為主的偏見 去吃這家店 對 這家店呢 他們網友推牛肉麵 跟牛三寶麵 但是呢 他們也有賣水餃 所以就算網友沒有推 我們還是要吃吃看 他們的水餃 是什麼感覺 是什麼味道 那我們來準備 進去我們今天的最後家店 洞記牛肉麵 Let's go 來 它麵上的時候 就先驚豔了一下 對 它麵很多 它裡面的料超級多 它的牛三寶 是滿出來的 牛肚跟牛筋 這碗滿滿滿的 對 來 來 嚐嚐看喔 肉很紮實 很軟嫩 好吃 它肉不是那種扁的 它是一塊的那種 它的紅燒湯好喝 雖然滿清爽的 但是也很夠味 嗯 嗯 吃看看它的牛肚 也好吃 我剛吃牛肉 很好吃耶 它牛肉燉得很軟爛 對 我喜歡吃這種軟爛型的 然後又非常的入味 很好吃 好吃 牛肉讚 它的三寶 就是都 花了很長時間來燉煮 都燉得很軟爛入味 牛肚也很好吃 但我自己本身啊 我不是很喜歡這種 精類 所以其實我不喜歡吃豬腳 你不喜歡那種有膠質的東西 我自己個人啊 可以 這碗我覺得料多實在 接下來吃它的水餃 今天第二家 對 這個拿起來的 很重一顆 很紮實飽滿耶 我先吃不沾醬 好 完了我已經沾醬了 嗯 高麗菜味很濃 它的皮的口感是很好的 對很Q 嗯 然後裡面的肉也很紮實 然後裡面餡料是飽滿的 然後它有一些湯汁 有一些肉汁在裡面 有肉汁在裡面 咬出來會有汁跑出來 好吃耶 這個水餃不錯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那種 薑末的味道 對 加分 牛肉麵跟水餃都很讚 難怪生意這麼好 因為超多人 我們吃完最後一家 有點飽 欸好撐喔 現在大概才12點多而已 我們已經 在看什麼 對 現在快一點 已經吃了 今天大概已經是兩三倍的分量了 好 那我們今天吃完 北投區網友推薦的美食 我們即將要做個重瓶餅 哪一名覺得這樣怎麼樣 我覺得這家吃得很飽 很飽 它真的是料很多耶 它送上來的那個料是滿滿的 很讚 然後它的水餃也滿 一顆的那個飽足感很夠 一顆很重 很棒耶 我覺得這家如果你是很餓的來吃 我相信也可以吃得很飽 然後厲害 好啦 那我們即將要前往下一個地點 做我們今天的重品餅 Let's go Yeah 吃完以上五家 吃牌無名蛋餅 滷杯杯大腸滷肉飯 一心牛肉麵 文化魷魚根 以及董季牛肉麵 這一次是我們北投區網友推薦的巷口美食 這次推薦的名單呢 一定是要你家住附近 或是你家住在同一條巷子才可以推薦的美食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欸北投區有這麼多美食 為什麼鎖定這幾家呢 因為網友家住附近 對 是他家巷口才可以推薦 對 吃完五家呢 我跟來明心中已經有一個 我們心中的第一順位 有 假設我跟來明選不同樣的 那就是這兩家推薦的網友 都可以得到我們這一次 限量的只送不賣的 我家巷口最好吃的T恤 我現在穿的還是舊版 如果我們兩個就是很不巧的選的同一家 那就是那一家的網友 可以得到我們的限定 只送不賣的T恤 好 要來囉 來了 3 2 1 無名蛋餅 我想要講實牌無冰蛋餅 那一樣 一樣 我還講實牌無冰蛋餅 對 無名蛋餅 那今天的蛋餅確實吃下去 感覺很驚艷 是驚艷的 而且其實吃完 我們工作室的同事 每個人都說 卡卡甚至還在查 那一間蛋餅 離我們公司有多遠 最讓我驚艷不只是他蛋餅 他的花生湯也很好吃 沒有想到花生湯可以當作早餐 如果他有外送 我會每天點的東西 甚至每天點的東西 我也會 每天都想吃他的蛋餅 好吃 真的好吃 如果觀眾朋友們 你沒有吃過 失拍無名手工蛋餅的 可以來吃看看 我覺得這個有點難評 因為有早餐又有牛肉麵 對我們來講 主觀來講 可能驚艷的程度 欸嘿 原來這麼好吃喔 跟其他東西很不一樣 會讓我們再更加分 所以這次北投去就有一個網友 得到我們這件T恤對不對 Yeah 恭喜 恭喜 得到我們這次 只送不賣的限量 國家香港最好吃的T恤 那這次北投呢 我們剛剛呢 在這邊 遇到了我們北投一哥啊 遇到我們的菜阿嘎 然後他就說 你們竟然沒有去吃那一家 阿嘎推薦了我們一家 叫做成績炸雞 阿嘎推的我們必須去 沒有錯 成績炸雞 他說欸 他們很常吃 好 那我們等一下呢 去吃一下我們的成績炸雞 看一下到底多好吃 今天北投區的巷口美食到這邊 觀眾朋友們 如果你還有更喜歡 你覺得我們沒有怎麼 來北投怎麼可以沒有吃到的巷口美食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還有其他想要推薦的呢 歡迎在我們底下留言的那個網址 那個清單 幫我們推薦一下 說不定呢 下次你推薦的東西 就會出現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如果你被選上我們這次巷口 覺得最好吃的呢 那你就可以獲得一件 我們只送不賣的限量T恤 那我們就這樣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好飽 但是呢我們剛剛被阿嘎推薦 被他燒到成績炸雞 我們來吃看到底多好吃 啊 套蛋加美粉對不對 對啊 這個是鹽酥雞加美粉 對 酷 不錯 我超喜歡加美粉 還算不錯 但我不會再加美粉 他有一隻也是圈圈耶 酷 嗯 不錯 我覺得算不錯 但是不到筋量 就是好吃的炸物 這樣講 這間不錯喔 如果我家不經有的話 每個禮拜都吃 對我應該會常去買耶 好吃耶 我要問你們今天吃的這幾家店 除了這個 你們最喜歡哪一家 蛋餅 阿中的蛋餅 第二名是那個文化魷魚羹的麵 嗯 麵好吃 阿中排名跟我一樣 也是 麵超香 他好大咧 我吃那個大腸無肉奶 哦 嗯 鱸杯杯 鱸杯杯 我喜歡吃鱸大 卡卡咧 我喜歡蛋餅 也是蛋餅 我看你在那邊查顧 OMAPS我就知道了 真的想說 他既然測成7分鐘 我每天就去買一下 好 可是他行李就關門了喔 當然要嘛就是起不來 要嘛就是起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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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可是真的很好吃耶 他每個品項都有在水準上 有 那價錢也不是人家水準上 真的 他的價位真的是蠻低價的 嗯 平價好吃 果然是我們今天第一名 讚 好 那就這個樣子 我家巷口第三集 掰掰 掰掰 謝謝Sup Shop 謝謝乾爹菜友第三集 第四集 Sup Shop 有沒有Sup Shop呢 不知道 繼續請了 耶 耶 耶